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耶稣哥 有问题介绍耶稣哥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下这个移民的一重大驱动力 为了孩子 那为什么今天要聊这个呢 因为最近呢很多朋友确实想疑 但是呢又犹豫不决 因为这个牵挂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很多朋友在跟我说这个其中的一大牵挂 就是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总觉得自己的这个父母啊 如果说自己已走了 那这个父母这一代怎么去处理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实际上呢在前面的一些视频当中 其实我跟大家讲过 但是我没有专门去讲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问的朋友呢非常的多 或者说大家有类似的这种困扰的朋友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们今天再来给大家聊一下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吧 并不是说一定给大家一些指引 但是呢多参考一下 也许能够无意中能够解开大家的一些心结 或者是心中的一些死结吧 那实际上呢首先啊 我们得说这个中共的这个洗脑啊 无处不在啊 这个大家都是已经形成共识了 而对于大家的这个父辈这一代呢 实际上呢 基本上呢也算是这个啊 就是洗脑已经固化了 基本上是这样 确实呃 大家在生活当中 你自己去看一看 就比如说大家的父辈 你说能够找几个老子比较清醒的 估计非常非常困难 因为真的是 你说你被洗脑了一辈子 你怎么能够去看清中共的真面目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也不能够怪谁啊 这个只能怪中共的这种体系 他实在是太邪恶了 因为他这种洗脑真的是 是太强大了 他这个恐怕就是 如果说中共有什么原创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 不是说原创的东西啊 是非常强大的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洗脑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真的是非常强大 也只有这种无底线的中共组织 才能够做得出来 所以呢这个 他这种洗脑呢 而且还是从小开始 所以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大家的一个矛盾的问题啊 就是真的是想移出去 因为 大家知道中共在洗脑 而且 大家都知道 对小孩的这个洗脑已经开始了 对吧 但是呢又想到了这个 如果移走了这个 在国内的老人 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些问题 怎么说呢 我觉得待会我们再先讲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看 所谓的这个中共的洗脑 从小开始 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样的地步了 大家看一看啊 现在的这个 新课本 我们来看看 叫什么 走进新时代 第一篇 习爷爷的六一季语 好 然后呢 什么冰花男孩不冷了 不吃野生动物 我们生活在一个地球村 还有第五个 我们的共和国是红色的 还有第六个 历历皆辛苦 为追风量升高 搬出大山 天地宽 什么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 然后教育扶贫 点燃希望的火焰 这里面至少 第一个 第五个 第十个 恐怕都带有隆重的政治色彩在里面 尤其是第一个和第五个 排在第一位的 就是直接是洗脑神器 这个洗包子的这个寄语 这个所谓的初中博士生的 他们也搞一个寄语 我不知道他说的些啥 因为我现在 就是基本上 就是很久没有接触 国内的这些教材了 所以也不知道 他这个教材改成什么样子了 反正我记忆当中 在我们那个时候读什么小学 或者什么的时候 真的没有 在现在回忆起来 真的还比较好 就是没有什么像这种东西 当然当时那个教材里面 可能这个毛腊肉的一些东西 还比较多 至少有几篇文章是他 但是你说直接是 那个时候 可能是江泽民 对差不多江泽民 包括邓小平 那个时代还有这个 对吧 差不多 那个时代 也没有看到他们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江泽民 还有邓小平的一些这个什么语录 什么讲话呀 放在这个教材里面 你看现在这种洗脑 简直是达到这个文所未闻的地步了 就是直接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总加速师的现代当代的这个总加速师的这个语句放进来了 就直接给大家洗脑 那就是相当于从小就要培养大家的这个崇拜意识 就是如果说你说整天就是按这种教材去培养小孩 那你说这个你想一下这个小孩以后出来了 他怎么去看这些问题 你跟他说这个洗包子200斤 对吧 那恐怕他要直接就给你翻脸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从小的这种洗脑 这种毒害恐怕很难避免 如果你不移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这一代基本上也算是被洗脑洗出来的 好在呢 这个机缘机会 我们能够稍微清醒一点 也是靠上帝的指引 就是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 我们不能够掌控的因素在这里面指引着我们 最后我们走到现在这样的一个地步 也是 真的是一种 真的感觉到是一种上帝的专念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就是也不能说是信任吧 但是 能够从这个中共的这种洗脑体系里面走出来的人 真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是不容易的 而且能够彻底的去反省自己 就是回望自己的过去 真正的能够斩断这种 这种思想的垃圾的联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做到的 所以很多朋友也是在跟我交流的时候 也是在想这些的一些问题 怎么样去让自己的下一代能够避免走向这样的轮回 就是一开始的被洗脑 然后洗到一定程度因缘际会还能够这个翻圆醒悟啊 这个已经是非常困难的 那同时呢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一方面又担心家里的这个老年人这样的一些问题 实际上我现在在跟大家说啊 其实真的我们的这个希望或者说我们的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应该是一种传承的关系啊 传承的关系 或者说呃我相信大家尤其是作为父母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对吧 你肯定看到了这个小孩子他们应该说是最无辜的 而老年人怎么说呢 他们也很无辜 但是呢 因为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了 他们可能在现在中共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体系 他们也不求说什么有很很好的这样一些所谓的发展的问题啊 他们如果说能够安度晚年 这个已经就已经很不错了 那这一点我觉得只要大家做好准备 他们在国内应该还是可以安度晚年的 但是呢 大家自己应该要勇敢的走出去 尤其是为了下一代 对吧 这个这个才是重点 或者说我们大家人生在发展过程当中一定要记住你人生的重点是什么 对不对 然后呢 沿着这个目标再前进 然后再兼顾一些大家需要兼顾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呃人生确实没有两全 但是你必须得做出选择 你这个时候不做出选择 以后恐怕已经没有机会做选择了 好 今天的话题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